最近我们见到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伦 在5月中推出了立法会逮捕机制 其实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 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知识体大 但特区政府没有透过一个正式的公众咨询 去咨询香港人的意愿 就想尝试透过快刀斩乱麻极之有效率 短短两个月之内就去完成这个首读二读三读立法 我们会见到这个制度其实是很少有的 你不会见到有很多的国家是行这个比例代表制 在一次的选举里面如果当选的人因为身故辞职 或者是其他原因是不能够履行职务的话 是由另外一个名单或者是另外一些当时选举 是落选的人进行这个逮捕的 当一些没什么国家或者没什么国际经验的 一些制度上的改革的话 你就想一想当全世界都没什么人去做 而只是你去做的话 这些是不是独一无二是有个制度上的优越性呢 但你问我呢 我就不相信我们特区政府有能力是做到一些 那么难得的事情反而我们会相信 政府当一些东西我们是特区政府去做 其他没人去试的话 反而你会相信这些可能是一些很愚蠢的方法 但是很粗略地去看过一些历史的话 你会见到有类似的逮捕机制是哪一些历史时刻 或者哪一些国家呢 就是前苏联共产时代 所以其实是令到香港人有很大的忧虑 所以我呼吁香港人是一定要站出来 是对自己一些基本的政治公民权利 是被剥夺是要出声 我呼吁大家七一是记得上街 是用脚去讲出我们的声音